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EMPLUS的邱仔工房 講遠一點吧,2026年的世界盃 即是兩年後 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合辦 為何會講這麼遠的事呢? 適逢現在正在打亞洲盃 可以檢閱一下未來球隊的機會出線的形勢 因為亞洲區接下來會有8個直接出線的名額 比以往多 熱門大家都知道,就是日本、韓國和伊朗 這幾隊球隊是另外一個強的原因 因為他們有外流球員 在歐洲高水準的連賽打 特別是日本、韓國 都是很有優勢 最近你看到一些強隊 比如說日本、韓國 他們當讓對方入球的時候 在很短的時間已經可以入球 這就顯示到他們的能力 不能說,這些是熱門 另外就是熱門的,譬如說澳洲 這幾隊的賽事都開始改朝緩代 澳洲的球隊、年輕的球隊 這一、兩年的表現 另外一些熱門,譬如說沙特阿拉伯 卡塔爾 這些都是伊拉克 這些都是中東比較 傳統的實力球隊 沙特阿拉伯就是熱門 我感覺上中東、西亞這些球隊 都是有點跌 要看回他們今次的賽事 再看多一些他們的表現 阿聯酋真的很麻煩 後方很頑皮 老實說,後方很頑皮 要一段時間撿 以至於東南亞的國家 傳統的日本之外 就是泰國 泰超 其實印尼也很強 另一隊眼前一亮的 其實都知道了很久 那一隊就是越南 越南我知道這十幾年是很厲害的 那一場對日本 大家都有看到 在亞洲杯的賽事 以往就是泰國先的 接著就是印尼、馬來西亞和越南 其實我自己覺得 越南已經超越了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 和泰國是同級的 越南的打法也像什麼呢 像早期 可能是九十年代 日本剛剛開始 八、九十年代 剛剛開始極力發展清分 現在這一隊的越南 是很厲害的 你看到他們是本地球員 身材矮小一點 但是發揮、戰術 個人的技巧是很好的 所以接下來都會頗留意 特別是這次賽事 會多看一些亞洲球隊 在亞洲杯的表現 另外可以值得一提 透過這次賽事 亞洲杯看到塔吉克 而一隊剛剛在發展足球的國家 塔吉克這個賽事表現 我給了極高的評價 只要他們慢慢累積多些經驗 打法上更加成熟的話 塔吉克是絕對在未來 亞洲國家隊方面一路的奇兵 好 休職也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安播體育傳媒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死去 MING PAO CANADA A